当中啊 纳英组的姚贝娜虽然没有最后这个夺得冠军 但是人气依然是超高 那么比赛之后呢 又传出了他很多的这个新闻绯闻 而最新的一个就是有关于他和同属于纳英组的学员侯磊的恋爱了 最近有媒体募集姚贝娜先生北京机场扎口 当天他身穿一件黄色T恤 黑色外套细在腰间 背两个大胯包 衣着干练 脚步轻快 而在他身边还有一名戴着眼镜的男生与之同行 而他正是好生英时期与姚贝娜同属纳英组的学员侯磊 两人最后还同乘坐一辆商务汽车返回姚贝娜的相规之中 如此亲密看来关系不一般 难道姚贝娜和侯磊真的相恋了 理由一 姚贝娜与侯磊都是单身 1981年9月26日出生的姚贝娜已经过了32岁生日 却还代字归中 而1984年出生的侯磊比姚贝娜小三岁 快到儿立之年了 也是单身 两个大龄单身男女 因为录节目朝夕相处 擦枪走火实属正常 理由二 姚贝娜与侯磊失出同门 在中国好生英中 姚贝娜和侯磊都是纳英组的学员 虽然在好生英舞台上止步于四强门外 但目前人气与民气却力压三军 而他们的导师纳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两人走到一起 相信少不了纳英的撮合 理由三 姚贝娜与侯磊是老乡 姚贝娜是武汉人 而侯磊则是黄石人 两人不仅同门中人还是老乡 这样就更有相同的生活习惯 和共同的语言了 可以说情上加情 理由四 侯磊姚贝娜患难见真情 姚贝娜曾在两年前被诊断为乳腺癌 之后姚贝娜做了左乳切除手术 不过这个乐观理性的女孩 并没有选择绝望沉沦 反而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 其实生命很可贵 那人活着一次也不容易 就是说我想尽量的 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无限的 放大自己的可能 这种乐观的性格深深的感动着侯磊 并且曾表示 对姚贝娜的身体方面的残缺并不在意 俗话说不经历风雨 哪能见彩虹 想必现在的他们更加懂得珍惜缘分 理由五 有共同的事业和理想 六号选手姚贝娜 由海正文工团选送 她的参赛起目是日月凌空 姚贝娜在参加好声音前 曾是央视青年歌手大赛流行组金奖获得者 还为《甄嬛传》等热播剧配唱主题曲 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 而侯磊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那赢的单曲《你的微笑》就是她的作品 还为孙楠演唱的《也许在》 我们都需要作曲 两人都以音乐为生 共同的事业和爱好 让他们有更多话题 随着好声音的走红 两人的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大好 强强联合 有钱一起赚 一加一大于二 何乐而不为呢